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 不去做点特别的事情 好像有点对不住它 所以呢 我决定 我们今天要把它 拍摄了 你们 你火再出来 我又要重来 成功打乱它的节奏 我们去拍自己的 走 今天我们要试驾的 就是这辆比亚迪的元plus 照例 我们在出发之前 先玩玩它的车机系统 卡片式的UI设计 这是旋转的中控屏幕 元plus车机玩的这些东西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些都是比亚迪智能座舱的 祖传卖点了 像我们这些 释迦过很多比亚迪车型的人 很快就上手了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学习成本 搭载DILIN 4.0智能网连系统 系统支持语音操作 车联网 下载APP应用跟OTA升级 主流智能车机的应用 它都有配备 而且体验感还不错 我们来简单演示一遍 你好小迪 在呢 导航到江湾阳光天地 你要选择地几个 第一个 好嘞 马上帮你导航 OK 那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我们开起来看看怎么样 OK 37次 最后一次 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 最重要的不对 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 好像 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 不去哪里做什么什么家 就不起 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试驾车 如果不去做些特别的事情 好像有点对不起他 所以我们接 要不是他 我这一天就过了 我们直接去追他 他不让我好拍 我也不要让他好过 走 开行车 就这个 好 你好哪吒 我在 我要去江湾阳光天底停车场 第一个 推荐路线 以重新规划路线为推荐 开始导航 温度调到21度 好的 打开车窗 21度 正在为你打开主架 我想要听周杰伦的千山万水 好快啊 这台哪吒U2的硬件和软件设备 可以说是同级天花板了 双12.3英寸的大联屏 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还支持选装地平线 增程3高效能车载智能芯片 而且它的反应非常快 刚才大家看到我的演示 就已经知道了 一般来说我们人类眨眼睛的速率 大概是0.3 0.4秒 而这台车 基本上在我们眼睛一闭一睁的过程中 小U就已经上工了 我在 同时哪吒U2还有两点智能相关的体验 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一呢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场景模式 包括了摇篮陪伴浪漫动感小气 这些模式都会跟屏幕音响 还有座椅相联动 当我们点击小气模式之后 座椅会躺倒 音响会播放一些很轻柔的音乐 让我们很好很好的去休息一下 另外就是这台车是配备了 生命体征监测 还有疲劳监测的功能 当我们 你们是皇帝不及待 对不起 sorry 我们开这台车肯定这些上它好不好 走上车 开着这台哪吒U2去追它的原Plus 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只是出于想要报复它的私心 其实这两台车本身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 都是纯电的产品 然后都定位于紧凑型 价格区间也有很大的重叠 所以如果我追上 是不是就代表我的哪吒U2比它的强呢 OK 既然都开起来了 我还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这两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感觉 因为两台车到了公司之后 我其实都去开过了 两台车都是纯电动车 所以开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 因为电机的输出特性 两台车的起步都很直率 动力来的也很干脆 节奏都很好适应 但是细微的体验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哪吒U2的动力感觉会更好一点 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两台车 在零百加速成绩的表现上 还有一点相同的是 这台哪吒U2和原Plus 都是配备了多连感式独立候悬架的 这算是它们相比于同价位竞品的硬件优势了 加上不俗的底盘调校功力 这台车底盘的舒适性表现很好 有一种画铃为整的感觉 可以把细碎振动处理得很好 整台车给人的行驶质感印象是很深刻的 要说两台车差异较大的点在哪 哪吒U2配备了全车多层的隔音玻璃 而原Plus是没有的 所以两台车体验下来 哪吒U2的静音性表现感觉会更好一点 总的来说 哪吒U2的驾驶质感是更接近于油车的 没有一般电车的那种顿挫感 所以如果从驾程舒适度的角度来做选择的话 原Plus还有哪吒U2 我个人会更倾向于后者 070.3秒 原Plus这个加速成绩在纯电车里面不算是出色 但是它干脆又轻快的动力表现 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敏捷的动力响应跟线性的加速踏板反馈 这是一台动力体验非常不错的车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原Plus全系的动力配置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最低配的车型动力体验也是不会打折扣的 多连杆式独立后悬挂 这是原Plus相比起爱安等竞品的优势之一 悬挂在一次次的实战当中承受住了那种生硬的冲击 也没有松散的体验在行驶试感上面很加分 美中不足的是走连续的破损道路时 还会有很多的那种细碎振动 好在这些跳动有比较厚的包裹 感觉不至于那么糟糕 若只走寻常路那肯定不是我的风格 为了赶上它 现在我们直接超近到走城中村 道路狭窄复杂 但是为了赶上它只能赌一把了 也还好这台哪吒U2搭载了很齐全的智驶辅助功能 包括360度高清全景影像 透明底盘 低速动态物体识别 以及原路返回辅助等22项L2.5级别的智能安全辅助驾驶功能 像这种路窄的道路之下 通过360度的全景影像 还有透明底盘 我们可以实施知道附近障碍物的距离进行躲避 就算我们发现路况实在是过不去了 它也有这种原路返回辅助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安全的返回 所以哪吒U2即便是走在这种城中村 人多路窄道路很复杂的状况下 也不需要怕 但是换做是原plus就未必了 它没有这么齐全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对了忘了说一个点 这台原plus的续航是510公里 这几天提车用车之后 剩下的续航已经不多了 我不想等会叫人推车 所以我们还是趁拍结尾的时候去冲一下吧 看到导航没 我们已经快到了 它现在应该在找充电桩 因为我今天刚到办公室的时候 看了一下几台试驾车的续航里程 它那台已经没剩多少了 我们这台呢 满电续航是有610公里 比它整整多了100公里 所以相对来说 就没有这么容易有续航焦虑了 如果你平常也和我一样有续航焦虑的话 我的建议是选择哪吒U2 而不是原plus 因为原plus最大的续航里程也就510公里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充电桩Data 哈 照烧啦 你还真准备充电呢 你别告诉我 你过来就是为了看我是不是在充电我 不过这确实像你能做出来的事情 没有怎么会呢 我是来学习 你不是最近一直都在开原plus吗 怎么样 挺好的呀 各方面都很均衡 什么车机系统啊 行驶品质啊 动力表现 还有这个外观 颜值挺高的呀 就跟被3.0的家族设计语言 很省神 另外这个内饰啊 也是健身房的一个设计灵感 挺有创意的 我其实前几天开过 我觉得它各方面表现都很均衡 但是我今天开完哪吒U2之后 我发现它在很多方面表现 是比原plus要更好的 每一点都在印证着15万级智能天花板的标签 更快的车机反应速度 更好的行驶静音表现 更多的智能驾驶辅助 设计也更有辨识度 提供有新钻魅银粉主题 暗夜机甲黑主题 多种设计风格可以选择 2770毫米的轴距 车身尺寸也更加有优势 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点 哪吒U2都是表现得更出色的那一个 所以如果这两台车里面做选择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哪吒U2 OK OK 你先打住好吧 时间不早 你让我截完尾再听你吹 我扔你 OK 我们今天试驾了这台原plus 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 你干嘛 OK 我们今天试驾了这台原plus 我们现在来做 你别乖